各位好啊 今天这视频有点意思 因为碰瓷这点事啊 警察跟警察打起来了 这是在美国佛罗里达 这节叫艾蜜节 这艾蜜节和游广其他碰瓷大哥一样 都是以捍卫美国第一修正案 捍卫美国的言论自由为由 天天不上班 拿手机四处惹是整匪碰瓷去 这是在佛罗里达一个小镇 这艾蜜节带了其他俩节去 半夜九点多 跑一听社长这来拍视频来了 拍骂的 没骂可拍的 就一听社长有骂可拍的 就是为了半夜在这溜达 正好这警察巡逻从这过 一看这萨节在这不回家 拿个手机在这排来排去 这警察呢 就过来看看 看看怎么回事 问问他们干嘛了 没想到这艾蜜节一上来 他就管警察要警号和姓名 其实警察那个警符上有个名牌 他的警号和姓名啊 都在这名牌上写着 但在艾蜜节呢 他就废得让警察说出他的警号和姓名来 他就一直问 你的警号和姓名 这警察也是个宁种 他就不告在艾蜜节 他的警号和姓名 他就一直问在艾蜜节 哎我有什么能棒到你呢 结果两个人在这儿 一个问警号和姓名 一个说我有什么能棒到你呢 两人在这儿啊 扯咕噜花 说了坑得有五六分钟 最后这警察一看 这几个节不是擅长 就垫走了 没想到在艾蜜节帮上走 站他警车前面啊 说他为函规定了 这回警察可是震生气了 告诉艾蜜节 离我警车远点啊 我命令你离我警车远一点 艾蜜节说这不是你的车 这是我们的车 这车是属于人民的 我们只是让你使用它 让你好好工作 警察说你躲我车远点 艾蜜节说你现在马上告诉我 你的警号和姓名 不然你有大麻烦 警察一挺接也更生气了 告诉艾蜜节 现在我想要你的ID和姓名 艾蜜节说你有什么理由 盘查我的身份 我现在犯了什么罚了吗 你有什么合理的怀疑吗 在这警察跟他们领导汇报 说几个姐姐 拒绝处事ID 还把他警车给围了 艾蜜节说我们什么时候 围你警车了 你怎么能一嘴失活呢 我们不就问了一下 你的警号和姓名吗 说着呢 这几个姐姐就要走 这样子不需要啊 你们不能走啊 我还没查你们身份证了 艾蜜节说你查谁身份证 我犯麻烦查我身份证 就不给你 有这你想去 说完以后 艾蜜节也不想走了 告诉警察 我现在想见你的主管 警察说别急啊 一会就能见到 现在 马上把你的身份证给我啊 把ID给我 艾蜜节说我犯麻烦了 你查我证件 警察我就得查你证件 艾蜜节说你看好了啊 我在市场连一口袋都没有 也没有武器 我犯罢罚了 警察说我必须得查你证件 我知道你是谁 艾蜜节说我犯罢罚了 警察说你现在是不是拒绝处事证件 艾蜜节说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警察说你就说 你是不是拒绝处事你的ID 艾蜜节说你得让我先知道 我到底犯了罢罚了呀 这其实都是套路 警察问在艾蜜节 你是不是拒绝处事ID 艾蜜节如果说啊 我就拒绝处事ID 这就犯罚了 但艾蜜节也是有着 丰富斗争警验的 他不上这档啊 他问警察 你想告诉我 我犯了骂罚了 关于这个问题 警察也不敢胡说八道 他那执法记录一开着了 而且艾蜜节那也全程录像了 所以俩人在这扯过的话又降上 警察说刚才我跟你说了好几遍了 让你离我远点 可你拒绝配合 艾蜜节说你这不又瞎歪了 我多少离你那么近了 警察说你还拒绝提供你的身份证 艾蜜节说那你告诉我 我犯骂罚了 警察说现在你是不是拒绝提供身份证 这警察一边说啊 一边往前走 在艾蜜节呢 一边往后退 那俩姐一看见啊 过来质问这警察 哎你要点脸行吗 你让他退后 然后你又往前凑合 你电靠骂 警察说我要看到身份证 再结束 你拼骂看人身份证 人犯骂罚 你要查人身份证 警察说你有身份证吗 姐说我没有 我又犯骂罚了 警察说刚才我不让你靠近我的警车 你还往我这凑合 有骂理由吗 姐说我拒绝回答你这问题 而且我也没那么做过 我姐全程有录像啊 再说靠近警车犯罚吗 警察说你是不是拒绝出事审证 姐说我犯骂罚了 又开始了 警察管的要审证 姐问警察我犯骂罚了 然后姐开始给这警察扑罚 告诉警察 你要想查我身份 你必须合理的怀疑 我犯了骂罚了 否则你不可以 警察那你在这敢骂了 姐是我在这录像了 这是美国宪法第九证案 赋予我的权利 不有权利那么做啊 警察说那你录骂了 姐说我看见骂我录骂 这是美国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警察说我问问你 你到底在这录骂了 姐说敢不跟你说了 看见骂录骂 警察说这合罚吗 姐说大案合罚了 警察说对一个守罚的好顾民来说 你这么做合适吗 姐说太合适了 警察说大部分九点多 你跑清理厂来瞎派了 你还觉得合适 姐说当然了 我接着捍卫美国宪法 在这又来一个女警察 跟这警察应该是平级的 这警察姐一看现场的情况 就定着给这警察来一台劲 主要没骂事就散了吧 这警察还不干 说我这还没完事了 那警察姐问他 那你有谈犯罪证据吗 警察说你这骂意思 店给我排牢是吗 那警察姐说不是 我就问问你有证据吗 警察说有点了 我就不正调查着了吗 这姐说那行 那你店抓谁呢 警察说我还没决定了 在这这警察有点生气了 心说哎我去 你管着我吗 然后他又开始怼对警察姐 告诉姐姐 你是不是没事干了 这姐一听见也生气了 告诉他你跟我说话客气点啊 我可一直跟你客客气气 这警察说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的主管马上就来 我跟他说 我跟你说不着 这姐说是你刚才要求一个主管过来的 这警察说现在我不需要了 你可以走了 我看那警察现在疯 逮谁咬谁了姐不 而且现在看来啊 这个女警察应该比他告一击 不是跟他拼击的 他转头又跟这女警察手下说 哎一会你们哥儿俩得挺我啊 这哥儿俩说对不起 挺不了 这姐是我们领导 我们都他手里下的 说完了 这哥儿俩也不搭理他了 人心说这不疯狗吗 逮谁咬谁啊 过一会他那主管来了 一来就问他 你没事吧 那意思你有病是吧 这警察说我没事 只要他们离我扯远点就行 看这领导在八莲了吗 也是气坏了 告他赶紧放人 这警察一听 赶紧告他警协 明天可以走了啊 祝你们晚安 你说这警察是不是皮憋的 这不吃饱撑的吗 弄一身扫 还把单位应对领导给得罪了 简视频就到这吧 谢谢大家观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